再有關心重大的社會案件 流姓女童遭到割喉案 震驚了社會 也讓各界開始討論死刑存廢的重要性 對此國民黨團今天交開記者會提出修法 如果12歲以下孩童遭到殺害 凶手一律處於死刑或無期徒刑 而為了嚇阻隨機殺人案再發生 這一類的罪犯一旦被判刑也不得假釋 要用重罰來捍衛民眾的安全 他們沒有能力去對抗大人的傷害 他們沒有能力保護自己 想到毫無反抗能力的生命 就這樣斷送在凶手手上 王玉敏不由悲從中來 為了不讓這種悲劇再發生 國民黨團上下強力支持死刑 並修法替受害孩童生源 271條之一 我的主張就是 針對未滿12歲的兒童 如果你去殺害她的話 一定要判死刑 那既然我們的司法機關沒辦法做到 我們就修法 讓法官有一個很明確的原則 可以依循 要透過加重刑期嚇阻犯罪 並讓法官能有判死的依據 立委丁手中有鑑於隨機殺人案不斷發生 要這類罪犯關到死為止 我們對於這個傷害跟重傷害者 不但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而且處無期徒刑跟這個有期徒刑的 那麼都不得假釋 但儘管人神共憤 普遍民意也傾向不得費死 但仍有少數民意認為死刑未能解決事情 更引發朝野歧見 法律的存在 或者是一個制度的存在 那麼只是為了要滿足 或者是讓這個社會覺得說 說好 這個一命長一命的話 那現代社會的這個 這個整個法律的基礎 它有可能就會崩壞 蔡英文的公然說 他就是要把費死當作普世的價值 我很不客氣說 去他的普世價值 這個台灣人絕對不可以接受的 費死爭議 雙方各持己見 確實值得探討 但兩公約是否意味只能費死 專家卻不這麼認為 看到費死聯盟開口閉口 因為我們有兩公約施刑法 但是不要忘了 台灣作為一個人權國家 我們在去年才通過 兒童權力公約施刑法 我們對得起 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的兒童 接連幾起的重大刑案 震撼了社會 也讓死刑正義再先波然 如今國民黨團 已開始動作 進行修法連署 就看未來能否在立院闖關 歡迎收看楊文獻 上賴粉 王威 台北財報報導